杀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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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会放过你们 怎么 不是含无资源了吗 怎么还这么打火 光云二五七八年 月三日 是末日将军的前几天 都走 是我让我男朋友一开的 这傻逼男友的物资 多懂 重火一世 现在也不要被人欺负 再也不要被人背叛 七天之后 远球齐文铸匠七十度 世界从此陷入寒无济月 这一次我要好好活着 报复那些被判者 续谦 你是瞎了还是聋了 看着我回来还不赶紧给我倒水 倒水 就他妈你也配 续谦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怎么跟我说话 吃错药 我确实吃错药 那不然怎么取了你 这样 许奇安 你吃错药了吧 哟 你不过是想反悔吧 你答应过我 把这个房子卖了 给我买个别墅的 如果你不给住我安全感 怎么配攻击 结婚 就你这样欣赏歹毒的女人 姐你反了 反的是你 这一巴掌 打你玩我感情 这一巴掌 打你红杏出枪 这一巴掌 打你蛇蟹心肠 你见你疯了 你敢家暴我 滚 给我记住 近日科考队员 发现北极冰山变大 警惕寒冬降临 专家辟谣 指示正常现象 请广大市民们 不信谣不传谣 果然一模一样 七天之后就是末日了 也许尽快准备一下 先把那套 有防寒能力的别墅买下来 那套别墅 是一个末日深存款富豪建的 在末日之后 成为全城最坚固的避难所 现在想要把它买下来 估计要花不少钱 钱能解决的问题 那就不是问题 都快末日了 接待豪洋宝 以前一直都是你们拿房地产来剥削老百姓 这一次换我来剥削你们 先生您好 您名下的房产车辆均属于优质房产 第一千万已经给你打进这张卡里了 另外请您务必在抵押到期之前还款 否则 否则怎么样 断购的日子可比乞丐还要惨 只要你能等得到那一天 小经理啊 看起来很欠钱的 是啊 你有路怎么 我妈是专门江湖酒期的公司 只要你有需求 也都满足 正好 这次机会好一波羊毛 反正这些都是一些黑色的 末日之后 他们能过去 更舒服 正好啊 如果 掉的金额比较大 你们公司 你们都抢 使不下马 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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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一眼 呀 起来小兄弟啊 你看 签个字 按个手印 啊 哈哈哈哈 小兄弟 前大战了啊 按照你抵押的这些反常器官 哥哥我可以借你 一千万 一千万 之前不是说一千五百万吧 怎么少啊 这江湖啊 他有江湖的规矩 九出十三个月 再加上哥哥 还得拿点手续费 所以就只能给你一千万 但是三个月后 你得偿还两千万 三个月翻一费 你们这在抢谁啊 我们是合法神医人 常见哪有我们懒得快吧 哈哈哈哈 三个月后你要拿不出钱 不仅烦子没了 你身上的气光 哥哥我要一键一键拿到 好 我会来换钱 只要你们到时候还能活着 我记得有一个富豪是末日生存狂 曾经在贵族驱打他过一个别墅 据说防水防弹还囤积大量物资 上辈子被城主挂占 这辈子 必要先打下 可那是贵族去啊 得那有身份的人介绍才行 是他 上一世就是他在这附近车祸溺儿 他可是天后大明星方冰冰 东国罪名女人 而且他是贵族 肯定有办法帮我买别墅 是你救他 是我来的事 啊 救命 我靠 这么快的吗 我得赶紧去救人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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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醒醒 我现在帮你做心脏肃肃 必须脱了衣服做 我这都是为了救你 我这都是为了救你 得罪了 放开我女儿 你个畜生 我女儿可是大明星 你现在毁了她的清白 我要报警抓你去住牢 我没有 你救她 不要买我 你不要走 我先去报警抓你 喂 是你掉进河里我救你的 你怎么还滚到李东斌呢 我想起来了 是我刹车失灵 谢谢你救了我 你不是他在路上做了手脚呢 又不然 哪有那么巧合的事 妈 他真的是我的救命的人 你误会他了 你救了我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我不需要女生相许吧 没问题啊 我还真有个事 希望你帮忙 您请讲 我希望你能介绍我买山顶别墅 小事一桩 这样您先去售楼部 我把现场处理一下 然后过去找你 那就拜托了 难怪大明星多住在这里 太豪华了 臭屌丝 你怎么在这里 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新男朋友小龙 金龙公司高管 有钱也有实力 比你强一百倍 这就是你那钱当勇 恰了吗 不是 他找我做全身器官抵押 然后从我那贷款 就 原来已经混到抵押房子和器官的底子 幸非当时没跟你 要不我这辈子可就毁了 三十年河冬 三十年河西 很快一切都将重新醒来 你都将被我踩在身上 做白人梦了 还重新洗牌 你是在演什么末日降临的戏份吗 你啊 我神经病 放手 你现在干什么快放开了 要是放在寒露记忆 已经灭了 不打我是吧 你们现在我找人 我弄死你了 我敢保证 死心死一定是 咱没必要跟这种神经病一般见识 叫个保安 把他改成葬 傻子我 我是来买房的 谁敢赶我 哈哈 小子你听好了啊 这里的别墅 随便一栋 起步五千万 还得云尘的贵族引荐 你一个没气光的 我呸 许心 像你这种低贱的国难 这一辈子都没有资格踏进山顶别墅 赶紧滚回去吧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我许心想去的地方 没人拦得住 臭屌丝 今天你要是能从这里进去 我去给你磕头 你好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有规定 只有有贵族身份的人带领 我够资格吗 大明星方冰冰 他可是我的偶像啊 他怎么住在这里 欢迎咱们尊贵的业主回家 请 他我带走了 有意见吗 没有没有 当然没有 好 我将会带你们看我们这最好的楼盘 跟我走 四周的墙铁都是由钢铁建筑 还有咱们这个房屋都是由水力电力的循环系统 就算外面的世界断水断电 我们就丝毫不会受影响 那个是价值五百万的北极恒温系统 就算我们身处北极也不会觉得寒冷 你看那个落地窗防弹玻璃 连炮弹都打不破了 当初之前这安全屋的富豪 考虑的真齐全啊 他是一个末日生存狂 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用在了这个别墅上 只可惜破产死吧 好 我就爱这个别墅了 这社会如此和谐 你买套防弹好的 真是爽 哎呦 还装了个恒威系统啊 给你吗 挺实用啊 过几千 我看你也就还个首付而已 你连第一个月月供都还不起吧 在末日之后 经理 刷卡 卡里有两千万 刷卡 谢谢 那您是要首付多少钱 又还贷多少年 按最低的首付 最高的月供 有多少钱贷多少钱 有多少年 好 许先生大谢 许先生 你这样会亏很多的 不妨 照做就是 支付成功 许先生 这是您的卡和钥匙 那我就先不打招了 谁不知道借的越多 还的越多 等他还第一个月 带空手机 空发又要跳楼了 从寒武世纪到来 看你还笑得出来 什么寒武计 你到底在说什么 简单来说 就是全球气温骤降七十度以上 世界将再一次陷入寒武计刃 可是 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 怎么可能寒武计刃 距离第一次末日前奏 还有五分钟 确实 全球降下大暴雪 世界气温骤降十度 次数将发生大几次 这傻子知不知道 他自己在说些什么 现在可是六月 天气最热的时候 还五分钟之后暴雪 谁信你 你没看见 云晨几十年都没发生过地震 发生过的也是 一两集的地震 发生地震 我看是有人发颠吧 不可能吧 如果真这样 我待会儿岂不是出不去了 待会儿你先别走 在我这儿躲我 呦 原来有人说这么多些傻话 是欠人留在这里 哎呦 你要骗人家哭呢 你想一个高级点的你有吗 有这 冷啊 你们信不信 光武幻视 神经病 没有 走 我们晒太阳去 哎 神经病 跟你多大一分钟 我都变神经病 自讨古词 还说什么六月飞雪 哈哈笑死人呢 神经病 哈哈哈哈 雪 怎么可能 你们最小的笑死 不可能 不要 我不想 她笑死人了 提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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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倒不如直接说啊 职位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渠道的 快多告诉我点 让我也多注意一下 记住我接下来的话 东江至天下一如 我发现你这个人还挺会装神弄鬼的 我执掌未来 无需装神弄鬼 作为朋友 我得提醒你两句 这几天多准备食物和衣服 过两天就聊不及了 好吧 反正我也没什么衣服好吃的 就盯你的吧 谢谢你借我地方夺血 我先走了 还得去买物资 是买物资的钱 如果没记错的话 上辈子因为这场地震 青湖街道出现了好几个亿的黄金 正好可以用了买物资 我得赶紧去拿拿 我得上末日赶紧把黄金拿出来 放大财了 这不是一般的金子 东国早市银行发现了纪念的金钱 好几个亿啊 刚好购买博士公司 这怎么处理呢 这些金条编号席旋 可以卖给银行 这是我连车都没有 怎么运不去啊 有吗 先生要去哪家银行 我寻求了武装支援 不送你过去 去 中国银行 家里穷 拿着黄金换钱花 好 不送许先生 前往中国银行 不得有误 是 不放 是 我 我寻求 那卖鱼呢都这么好呢 我寻求 我寻求 他在保护一辆 拉鱼车 好了 大人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怎么把我银行给围了呢 我们护送许先生 来银行卖点东西 卖什么东西 让您亲自出面了 小绿球 卖点鲸鱼 卖点钱花 你搞错了吧 我们这是银行 不收鲸鱼 收不收 还是来看看 什么海鲜吗 这么大洞尴尬 你还是看看吧 哎 哈哈哈哈 不再次收黄金 这个鲸鱼 你收收 收肯定收 你为我们银行 带来这么多的存款 您就是我们银行 最尊贵的至孙会员了 哈哈 许先生 哈哈 我们已经统计完成 黄金共计一吨 按照金银市价 五百元一克 共计五个亿 已经全部存入您的 至尊卡铃 但是呢 因为数额巨大 所以只有两个小时之后 你能到家 无妨 以后钱 不过就是一堆废纸 无所谓 许先生 你真是大喜 另外呢 您已经成为我们 东国银行最顶级的会员 享受我们所有资源的 绿色通道 只要你想要 我们都会给您办到 那你给我买辆豪车吧 待会儿送到隔壁的AVV店 我买完衣服 正好带回去 没问题 一定为您买到 不愧是AVV店 看起来就是气派 不知道这衣服质量怎么样 哎 什么乡下来的土狗啊 你也不看看这是你能碰的吗 碰坏了你赔得起吗 我就看看这衣服质量怎么样 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怎么张口就骂人 你别以为我不认识你啊 婷婷可是我闺蜜 你不就是她那个屌丝前男友吗 神经病 大夏天的买羽绒服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想趁着这个季节衣服便宜 这就算是衣服打折 你这个穷屌丝也买不起 韩武纪元将至 我买衣服防寒而已 我早听婷婷说你是个神经病 看韩武纪元 你电影看多了吧 滚出去 这脏了我们的地板 岂有此理 你们就是这么做生意的 做生意 婷婷说的没错 你这人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根本就不配做我们的客户 我们LVV店直接带会员 为会员的不配进来 资格是吧 方冰冰肯定有资格 好 喂方冰冰 你在LVV店这边吗 麻烦你过来一趟 我马上到了 什么 方冰冰 东国天后 超级大冰星 你还能叫来他呀 真是白日做梦啊 那可是方冰冰 东国天后 就你这个浑身上下 加起来不超过三百块钱的穷脚丝 还想让天后随叫随到啊 下宠不可语逼 我的境界 岂是你能懂 你要是能叫来天后 我给你下跪磕头 好 方冰冰冰 冰冰啊我是你的粉丝 能给我一个签名账吗 现在信了吗 神经病 神经病 这明明就是巧合 你算老几 你还能叫来大明星 紫萱 你找我什么事 什么 您您真是为他而来 你竟然真的叫来了明星 我只想给你借下这个店的会员卡 你要买衣服直接告诉我就好了 买给你啊 会员卡在这里 你刚刚不是说要磕头吗 就在这里磕 小白脸 你别以为你棒上明星你就厉害了 你有会员卡又如何呢 我们店里的衣服均价十万 恐怕你这辈子也买不起一件吧 狗眼看人帝 先磕头 小白脸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厉害的是明星 你算个屁 给我闭嘴 吵吵嚷嚷什么呢 店长 就是他这个臭屌丝买不起衣服 还要逼我给他下跪呢 店长快把这个穷屌丝给赶出去 明明是你一直在刁难我的朋友 少在这颠倒一呗 哎 竟然是天后的朋友 你要好生招待啊 可他明明就是个臭屌丝 觉得我没钱 我这张卡 购买下你整个店 中国至尊金卡 至尊金卡 至尊金卡 就在东国银行存款两亿以上才有资格获得 天后的朋友 果然不解 这卡肯定是假的 臭屌丝 你别以为你拿一张假的金卡 就能冒充是东国银行的至尊贵兵了 像你这种小老板 心里发光心思装逼的 我可见多了 谢谢 你哪来这么多金 你要是没钱我可以 但是伪造卡是要坐牢的 我何须造假金卡 钱对我来说 不过就是末日里的废纸一张吧 又来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证成的 末日 你末日片看多了吧 还废纸一张 我看呀 你拿的肯定是一张假卡 是真是假 刷一下片 这个店里所有东西加起来一千多万 这要是刷不出来 我就报警抓你了 刷卡失败 果然是张假卡 我已经报警了 你就等着坐牢吧 执法堂堂主马上就到 你就等着坐牢吧 我想起来了 这张卡还要过几分钟才能结果 你过十分钟再刷一下试试 看来是卡有点问题 不过没关系您放心 我们店永远未已经敞开 不过 我已经报警了 这钱我替他出了 不必了 好意我心里了 我许心安向来不欠人人情 那您就等着坐牢吧 是谁报的钱 堂主 就是他 他想用一张伪造的东国银行至尊金卡 骗我们店里一千多万的衣服呢 您快找人把他给抓起来 误会误会 之前我替他出 不行 如果真的是伪造金卡 那得严惩不待 坦白才能存宽 知道吧 我们又见面了 是你 唐主大人 你和他认识 唐主大人 我就知道这家伙挺能够的 一看就是惯犯 指不定啊 还是刚刚放出来的呢 唐主大人 这可是证据 可不能让他给偷了 混账 你可知道你在干什么 唐主大人 您是不是打错人了呀 我这是在帮你拱固证据好 送他去坐牢啊 啊 谁敢抢许先生的卡 我看该把楼底坐穿的人 是你吧 什么许先生啊 他就是一个臭屌丝 我拿他的夹卡怎么了 唐主大人 你 你认识这小子 当然认识 光天化日 谁敢抢他的卡 他就是一个臭屌丝 他能有什么助心啊 我 许先生 您的劳斯莱斯幻影送到了 请牵手 您的劳斯莱斯幻影送到了 请牵手 辛苦了 许先生 车的牌照和证件都已半途 您随时可以驾驶上路 您的钥匙 啊 又玩这种把戏是吧 你随才便便找个群演 就敢当做是银行行长啊 还送个劳斯莱斯 我看就是个打火机吧 这做的还挺真啊 老邓 你这怎么打开呢 混账 堂堂的 中国银行行长 在云城 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个小小的LVV销售员 如此侮辱啊 我看你这个店是不想开了 真是太可笑了 您要是银行行长 我还是东国国手呢 你 哎呀我想起来了 你是云城最大的银行 东国银行的行长 怪不得 我觉得这么眼熟 原来您是东国银行行长呀 许奇啊 你怎么会认识 东国银行行长 什么 他是真的 你 你没有在吹牛啊 狗也不是泰山 不可能 不可能啊 听听说 你就是个乡下来的臭屌丝啊 你怎么会有劳斯莱斯呢 劳斯莱斯对你来说是好车 但对我来说 不过就是一堆破铜烂鸡 嘿 你的店员 估计羞辱我 而且羞辱我们银行最尊贵的会员 我看了你们这个店 不想在云城看了 哎呀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不搞啊 是我有眼无数 什么小的无方 跟街错万错 都是他的错呀 救救你 救救你给我一条生路吗 你求的人 不是我 既然救救你救救你给我一条生路吗 救救你 你固然有错 来更多的 好 店长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别忘了 昨晚可是你说要保护我一辈子的 我 我这巴掌我打牛眼无数 我我这巴掌我打牛眼无数 我这巴掌大见到胳膊 我这巴掌我打你这腰吗 店长 我错了 你求的人 不是我 许先生我错了 是我有眼不知泰山 是我勾眼看人体 我求你了您就原谅我吧 放过你 我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赶紧刷卡 别耽误我买棉符 好 我说 1758万元支付成功 什么 成功了 提成 我的百万级别的大提成啊 许先生 我错了 我求您了 您就把这一单的提成算给我吧 许先生 你怎么这么有钱 那你为什么还找小龙哥做器官抵押贷款 我说了 领冬将至到时候多少钱都是一堆废纸发的 而且他能不能活下来见到我都说不一定 难道还指望我还钱吗 又说这 什么末日降临 领冬将至的 好了 既然事情已了 那我先去个洗手间 待会来找你 许先生 我求您了 您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没有珍惜 你刚才抢责金卡和钥匙 涉嫌抢邪罪 另外 你刚才侮辱银行行者 说他是老灯 涉嫌人身攻击 我要依法逮捕人 怎么会这样呢 有什么 回局里说吧 我不要坐牢 我不要坐牢 许先生 求您放过我 死子 可恶 许先生 有任何需要 请联系我 我们银行会竭尽全力为您服务 再会 许先生 我我把您 买好的东西都给你打包好 亲自给您送过去 嗯 去吧 还挺暖和的 孩子货不差 没走谁的楼子来斯 轮下来 来了 你个臭屌子 怎么从RVV店出来 这大夏天的 你还穿个羽绒服 脑子坏了吧 临冬相至 自然要备可防汗 又在做你的末日美貌 又 还是RVV牌的 肯定是假的吧 被我闺蜜赶出来了吧 假的 我刚才进去买了所有的衣服 现在正在逃逃 买下RVV店所有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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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你现在不只是一小末日降临 还想着自己一夜暴富了吧 果然是疯了 要不然 也不会大夏天的 穿个羽绒 我只是刚才试衣服的时候 被人叫起来挪车而已 挪车 我怎么记得你没车呀 怎么 这次又卖掉了哪个器官 买了一个二手奥拓是吗 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见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神经病 你不会说这辆车是你的吧 就凭你 也配开劳斯莱斯幻影 不是我的 难道是你吗 这一定是我新男朋友送我的 今天我生日 她说给我个惊喜 没想到 是送我一辆劳斯莱斯幻影 看见了吧 这就是你的插曲 哎走开 嘿嘿嘿嘿嘿嘿嘿 天天生日旅游 喜不喜欢 哈哈哈哈 怎么是包呀 这车不是你送给我的吗 这个限量款的劳斯莱斯 他可价值千万的 小龙哥我 就差那么 一滴溜 但是这个包 他是吊牌的 价值十个大不了 瞧见美 就这一个十万块钱的包包 也够买你一根肾子 哎 嘿嘿嘿嘿 放在末日 这种垃圾 我连烧火都嫌个性 吃不着葡萄 收葡萄酸 就算是末日 你也买不起这包包 你神经病啊你啊 看他做你的 末日美梦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我都不屑的买 就算是豪车 对我来说 只不过也是一堆破铜烂铁 哎呦 破铜烂铁真酸呢 你怎么不说 这狼斯莱斯幻影是你的呀 本来就是我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你一个卖了全身器官的独稿 说有老师 来师啊 笑死人了 恐怕你把全身器官卖了都买不起 不可能 肯定是假的 不是 你一个把全身器官和房子都抵押了的废物 能买得起劳斯来斯 叫小爷我 就得跌来跌来 一辆破车而已 看你们那一脸屌丝药 一个十万块的包包也好意思炫耀 你疯了吧你啊 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告诉你别忘了你还欠高利贷 天大火了 要不然我给你从头到脚 我给你摘的一件不深 你也知道是高利贷啊啊 等末日之后我收给你 李奇安你个负心汉 我算着看你明明很有钱 之前却一直在骗我 我不管 这俩劳斯来斯 你必须赔给我倒分手费 你有病啊 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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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千 离开我 你一辈子都找不到你人 我许千 要什么样的 人没有 出什么事情了 在这吵吵闹了 这是大明星 范碧碧 他怎么在这里 天后 没想到是您 哦 我知道了 原来这么好的车 肯定是您的吧 我就知道 就凭你 一顿饭吃不上两个热菜的家伙 怎么可能开得起劳斯来斯幻影 没想到是在给大明星当司机啊 我就说嘛 穷途末路 开车在家了 赚点小钱 哈哈哈哈哈哈 代驾 下诚不可语逼 冰冰 放车吧 哼 这车是他的 我只是自己的车 哎我的车呢 代驾 臭屌丝 给个明星当司机甩的个二五八万一样 说什么走 骂了是吧 这小子太宽了 必须得接着他 可是他代管还没到期 现在我们拿他也没什么办法 哎呦小宝贝 你忘记了 你小龙哥我也是住在山顶别墅那片小区的 明天中午啊 有一个宴会 哎 这个小鞭子啊 卖了器官也要挤入善流手 我怎么毁了他所有的梦子 太好了 明天中午 就当时我猜穿他那个吊丝样 哎呦 不仅如此 你知道吗 这次宴会啊 是翻冰冰他的母亲组织的 让他母亲知道自己的女儿跟一个整天把末日刮在嘴边的小吃到一起 最杀了他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深藏不乐 有这样的实力却不险山漏水 什么实力 这车不过就是一堆沸铜烂铁 暗谷纪元到来 一切都将重新洗牌 又在胡说 对了 今天中午十二点有一个宴会 既然你也是小区的住户了 能陪我去吗 宴会 陪你去倒是可以 不过 要早去早回 明天中午十二点 末日就到了 什么 末日降龙 你又在跟我开玩笑了 明天中午十二点 人类将迎来史上最大豪杰 地壳变动 引起大地震 温度重跌 暴风 你又在危言耸听 到底是听谁说的 信不信由你 我现在要求准备食物和物资 你要不要一起去 算了 我就当是去囤货的 我跟你去 放心吧 你不会后悔的 那 明天中午的宴会 你会陪我去吧 我会去点醒那群迷途的羔羊 但如果他们不听 那就是他们自作自受 不过 现在首先要去进货 这个 这个 再这个 啊 这边是我们高档区 刚才说的这些 都给 您那个不要这个不要 您出来怎么办呢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 其他的 全部保险 取钱 你疯了吗 你再有钱也不是这样花的 你不妨 明日中午过后 全部就是一顿绿尺 我可告诉你 光我们这个格档间呢 这所有的东西加起来 可是五千万以上 五千万 如果多买几件的话 我可以给您用 我是说太便宜了 啊 这就不错了 才五万一瓶 全部包起来 另外 再要一百瓶高二姐的拉菲 再要十吨顶级牛排和海鲜 送到我山顶别墅的地窖里 如果不用的话 立马提起来 刚才我说的这个格档间啊 是五千万以上的 加上您刚才要的那些 可是达到一亿了 别废话 刷卡 那个刷卡钱来 这边请 支付成功 真有意义啊 先生 贵宾 您的卡 我有个事给您说一下 您刚才点购太多了 暂时 没有那么多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明天中午之前送到 东西很重要 我会派制法的堂主 拜你们派出 没问题 保证人认为我 你还快走 你可真不管怎么当回事啊 西部的这块酒 终于完事了 现在可以准备明天宴会的事了吧 啊 都末日了还要去宴会啊 你答应过我回去的 好好好 我去就是了 什么 许倩那狗一样的乡下人 也不然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可是国际大连行 要嫁也是嫁给城主那些级别的人物 我 你也要去 阿姨 许倩自从被我甩了之后 真心就不太正常 天天念叨什么末日啊什么的 我是怕方冰冰跟他在一起 会有危险呢 我听别人说 神机病杀人 什么呀 啊 不行不行 我还看我女儿飞黄腾达呢 你陪我去把城主叫过来 我是敢来参加宴会 我对人还生不死 女儿呀 妈给你介绍了一门亲事 这城主呀他非常喜欢你 你要是能嫁给他呀 我们方家就能飞黄腾达了 我已经拒绝过很多次了 城主他都多大了 你还让我嫁给他 这门亲事答应爷的答应 不答应爷的答应 我已经通知他了 人马上就到 我死都不会嫁了 赢不得你 你不嫁给城主 难道你想嫁给许秦安的神秘病吗 许秦安他是有实力的 你们不懂他就算了 别诋毁他 我诋毁他 他整天末日来末日去的 那就是个神经病 只要有我在 你就休想嫁给他 以前 你抛下我一个人去国外 现在我观众主目都回来了 你过来认清 你还算是个母亲 我的人生我自己做出 你没权利干事 我反了你了 信不信我戳死你了 说得好 生而不养 还想卖你 求我 不愧做冰冰 臭屌丝 你算什么东西 狗一样的脏东西 你也别碰我 从现在开始 冰冰有我保护 任何人 没有我 我呸 保护 哈哈哈哈 你好好好好保护你的脑子啊 差点什么乱七八糟的大夏天 还穿大面熬那不神经病吗你 神经病啊大夏天还穿个大面熬 把自己脑弄坏了吧 许芊你怎么穿这么多 不热吗 冰冰 领冬将至寒潮来袭 我也背了几套你的衣服 待会去哪 怎么监制 你是脑子上坏了你 大 快滚出去 不配跟我们做邻居这种 喝点马尿你是心高气傲 惹我生气 是生死的料 你不过就是一个卖了自己器官和房子的废 嘿 说大话 待会我就是罪死 怎么 待会你被人弄死了 你妈会给你烧死钱呀 啊 待会就是末日 神经病有个假笑话 你们快来看啊 这里有一条乡下来的哈巴狗 卖了全身器官想要挤进我们上流社会 还在这里大放厥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呢 就是抵押了全身器官的小白脸 哎呀 还说过了十二点就回到末日了 你们说这个神经病可笑不可笑呀 这种底层人物天天换向着末日降临 重新洗牌 真是可笑啊 老鼠就该待在老鼠洞 你们来跑到这里来 还想挤进上层社会 作物 上流社会 别说我没给你们活命机会 我就逗你这些 你们现在回去准备防寒措施 要不然等到周五十二点末日降临 你们恐怕连活命机会 神经病 别在这里发电 还想咒我们 信不信我现在就咒 翻译你如此高贵的身份 咱们就能给一个贫困的 风神经病一般介绍 哈哈哈哈 是呗 那个神经病我可太了解了 他以前可来不了这么高级的地方 现在棒上大明星当了小白脸了 哼才有资格参加这么高级的演员 没错 大家看啊 他就是一个卖了自己器官和法子 应激造圣灵社会的一见狗 嘿嘿嘿嘿嘿嘿 大爷啥你吃的 快去 太过分了 还有啊 一会儿我们上呢 暴龙啊 暴鱼啊 鱼啊 于是还有五千块钱一瓶的红酒 这辈子都买不起了 臭鸟死了 买不起 我买了十吨 正在路上 这牛皮上它吹的 真是啊 白日做梦 白日做梦 货送到了 什么货 执法堂堂主 出动了这么多部队 就要送货 究竟是什么大人物 竟然能让执法堂堂主亲自来送货 那自然是我 哈哈哈哈 你这个疯子 你也配 叫你这种小老百姓 执法堂堂主 恐怕看都不会看你眼吧 告诉你啊 你个小憋子 执法堂堂主 是我都要经过的存在 跟你凑 你怎么也非 我非 许先生 不如使命 货给你送来 怎么了 真是给他送货呀 不是 凭什么呀 那也只能证明 堂主大人是真的为人 还有许妻安这脚 臭不要脸 什么垃圾货品 你敢让堂主大人亲自带 我倒要看看 这车里面 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 这么多八二年的拉菲 这价值都在十万块钱一平 真是有价无失 这里至少有一百平 这么多永继的燕窝和海鲜 人一斤的价值都在十万块钱呀 这么多 商品价值至少要一个亿呀 一个亿的 红就补品 怎么可能 我的实力 你想象不到 疯了 简直疯了 花一个亿买这么多补品 难怪要让堂主大人亲自的护送 大爷 你图什么 领东相至 这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钱 不过是一堆废纸 麻烦堂主 让兄弟们把东西装入地下 好 立不如使命 各位 我劝你们也尽快去屯粮 今天中午十二点以后 将会迎来人类史上最大好 届时 全球大地震引起火山喷发 温度暴天 暴雪连年 届时 施衡便宜 到夺成都不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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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这个神经病 你花了那么多钱 买了那么多的补品 你已经算了 还整天做你的末日美梦 就是 大夏天的花这么多钱 这么多好东西 你不怕坏掉啊 我看你是烧铁把脑子烧瓦子了 还在做你的末日美梦 没错 你怎么不说你是未来穿越过来的 疯子一个 我猜他肯定是卖食品的 就是想要骗我们屯粮 要不是看在兵兵的面子上 我都懒得点醒你们 还不信 不畏言之不欲言 其实大家可以当做日常的屯粮 也是很有必要的 毕竟有悲无患嘛 方兵兵 你跟着他挂什么时间 搞不好 他们两个就是一伙 就是想骗我们的钱 我也是为大家好啊 彬彬 不必管这些愚蠢的人类 临东将至 这宴会就是自寻死 不来引爆 走 不许走 不许走 长主大人 你来的正是时候 这里有个人宣传末日 还煽动大家们 很凉 我看他就是居心不凉 他还抢走了你的女人 打算叫人把他抓起来 我没说要嫁给他 我宁愿 嫁给许奇安 放心 我会保护你 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你的女儿是心甘情愿做我的小妾 怎么骗过我 长主大人 他也是被许奇安给骗了 一时终于蒙心 他没有骗我 你少在这颠倒黑白 你个臭丫头 你还得顶嘴 嫁一只嫁 不嫁一只嫁 咬着你 居然逼着彬彬 炸着这个老灯当小妾 不配为人母 不母之命 没说之言 只有我说了算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讲 当年你戏我在先 如今又要卖我 从今往后 我们恩断义绝 再无母女关系 你个死丫头 你放了你 在这个时候 你还敢跟我如此放肆 放肆 我让她今天尽情放肆 有我在 谁敢动她一根根根 实际 有我在 今天谁都别想带走她 年轻人 你知道我是谁吗 在云城 我便是权力之巅 没有人 可以反抗我 你 你这屁 我有一万种方法 整死 整死我 不敢肯定 先死的是你 年轻人 话 不要说那么狂妄 妈了个爸 你神经病啊你啊 跟我们陈主教吧 你会腻歪了我看 陈主大人 你可别忘了 他刚才还删中大家说末日到来 他肯定是境外势力 赶快叫人把他抓起来 竟有此事 为您除害 妙才 妙才 年轻人 我会慢慢的考问你 直到你交代 叛国罪为止 你是要去自首 还是要等我找人来抓你 不要抓他 不抓他 那就带你走 我要你心甘情愿的做我的小姐 告东西 道德败坏 你敢忘成成主 你个贱子 你敢打我 成主大人 你没事吧 你个神经病 你敢打成主大人 你就等着满门抄斩吧 许奇 你干什么 你以为你神经病就有用啊 杀人不犯法 我告诉你 你在云城我们城主杀人同样不犯法 狗急跳墙了 但是你能翻得过城主这座大山吗 还是罪有应得 把你算心的再敢放肆我灭了你 许三你闭嘴 你别放肆 城主 他就是个神经病 不是故意的 我跟你走 你放着他 完了 我等着 现在就回去叫人 我要把他 吵架灭走 等一等 我再送你个礼物 哼 现在知道赔罪 完了 你跟那个贱人 一起去死吧 我这才叫为民除害 我这才叫为民除害 快点 快点就不是 还有 把我的行为队也抓过来 我要我的碎尸万段 秦杰 你疯了吧 你杀人了 杀一个鱼肉百姓的城主 这是为民除害 他可是城主 他的金卫军 可怎样你碎尸万段 拿什么跟他走 再过十分钟 末日降临 人间秩序彻底跟他 就此杀了他 也不会有人自来替 相信我 跟我去兵娜做了 是这次 我就断了 陪你最后一段时间 最后一段时间 不过是凡人生命中 最后一段美好时间 却是我掌控一切的开端 你看 算了 一切都结束 神经病 你死定了 兵子大人的轻微君 马上就到了 许杰 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 在东谷 你谋杀陈主这些罪行 勾给苏联九族的 有本事就来啊 我就在家里等着你 听着 这边 我来给你包扎 手 城主大人 你坚持一下 绝后车马上就到 要三去医院吧 吃什么医院 听闻人呈亮 对我一起 学习让那神经病 给我碎尸碗段 新闻君果然来了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放心吧 还有一段距离 这一段距离 就是天剑之区 紫森 你都要死吗 这不知轻重 口出狂言 到底什么时候能正常的 愚蠢 五 四 三 二 一 石瘾 你不出来 十二点了 什么都没有发生 五级认罪了 你没感受到吗 人灾 已经开始 李嘉 如今 我已兵临丞相 不如下来抽墙 留你全尸 抓到你 便将你碎尸万段 城主 我劝你现在回去 要不然 到时候连死不着 狂我 雪芊 雪 走了我的女儿 抓到我 你千手把你给剑了 你也配为人 生而不养 卖你求荣 以后 彬彬跟我在一起 吃香的喝辣的 而你 得吃谁 雪芊 你给我出来 别废话 破了别墅 给我推平澳 上 完了 彻底完了 不过 是他们彻底完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说大话 他们人多势众 要不我们去自首 自首 怕是这些做坏事的人 自有天收 人力 岂可战胜天灾 怎么可能 坏事 连个门都打不开 不是要承住 是地震 是大地震 快看 你快看天上 雪 是雪 真的让那个神经病说中了 下雪了 怎么可能 现在是六月天 六月飞雪 为什么我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天机变动的消息 火山 是火山 难道末日真的要降临了吗 各位观众 久等了 欢迎来到 常与你 难道真的让西西安那小子说中了 末日真的 再改善以后 把你一块抓进去 这只不过是特殊的天机变动而已 西向部门早就先测到了 那是西安那小子 肯定是知道内幕 这不是什么末日 大家要不信有 不传有 城主大人说的对 许千肯定是知道内幕 大家都不要被他给骗了 可是 城主大人 天气突然变了 我们还要继续砸门吗 继续砸 这暴风雪 持续不了太久 大家不要害怕 胜利就在眼前 这场暴雪将连年不断 我给你们最后一个重招 你们若再不回去 恐怕都会将冻死在这里 放屁 大家不要听他了 继续砸 好言相劝该死的鬼 自寻死鬼 城主大人 快退吧 这暴雪和冰雹会打死人的 不用退 这暴风雪持续不了太久 末日不可能降临 你不要缠腰 好了 动死我了 快给我拿一件衣服伤 有办法了 咱们进去里面躲躲暴风雪吧 快开门 让我们继继续去哪 在外面被暴风雪打得这么惨 你竟然还好意思二老喝茶 徐贤 你是真不知道死子怎么写的吗 徐贤 你拘捕也就算了 你要是再不开门 躲死了人 你要扯命 哈哈哈哈 我刚才都没开 我现在凭什么要开 姐 你拘捕 你还敢抗命 我以城主之名发誓 一定要把你拉出去开头 对对对对 那个冰冰的贱女人 装不孝 还也在死 身体 我们不会有事的 小心 相信我 你以为你还是城主吗 末日降临 人类阵亡率高达70% 秩序成组 你算个什么狗屁东西 许巢 我等着 必要你狗命 给我砸 徐贤大人 这个门室房 黄金的根本砸不开 你们快退回去吧 要不然会被动死的 这不是 奇奇 等我见识 我亲手抢命 怎么办 他没有枪 9 这什么枪 怎么连子弹都挡得住 报告城主 據調查整個牆齊都是鋼鐵膠鑄而成 這根本不可能打得進去 藏住大人 我們才不回去就要被凍死了 不是這牆大門連子彈都打不出來 我們沒法打呀 我們快走吧 牆的 還有窗戶 今天一定要心理他 小心 小心 難道是卡殼了嗎 傻姑娘 我怎麼會讓你失聲於險境之中呢 這是一個富豪 親近家產打造的末日壁壘 就算給他們一年時間 也打不過我的玻璃 不信 我捏死你 跟捏死一隻螞蟻一樣簡單 給我死 忘了告訴你 我所有的玻璃都是防彈的 而且房子是炮袋 你那把鳥槍 就留著自殺吧 許姊 跟你沒完 我們走 你先撤退 成竹大人 我們這車被動壞了開不了了 什麼 你還欠我兩千萬 求你給我個機會 這兩千萬 咱們一筆高效 末日之後 不過是一堆廢物池 兩千萬 還你 你還欠我兩千萬 求你給我個機會 這兩千萬 求你給我個機會 這兩千萬 咱們一筆高效 末日之後 不過是一堆廢物池 兩千萬 兩千萬 那我也進去吧徐哥 天長地久 每一對狗男女也想進 活該 月明啊好女兒 你快點開門啊 我是你媽媽 你難道自己去看著我鬥死嗎 我 我可記得 剛剛你讓城主也把冰冰也一起燒 不是我實子 不配信了 我 神主大人 救救我們 我們要被鬥死啊 徐星 我們 一合吧 先讓我們進去合不合 一合 你也配 一合 你也配 徐星 只要你讓我們進去 我發誓 之前的事情 既往不就 我還會讓你成為我的左右手 你與我共享著魚車的權利 崇祖 你平日裡魚肉百姓 騎航罷市 之前 各自掌握自己的特權 罷兵兵為自己的小妾 罪博不忠 罪民不義 施味素餐 罪該萬死 你敢罵我 我 你殺你 進來 來啊 我又沒攔你 來啊 大家不用害怕 要相信我們的中國 可防可控 很快 我們就會戰勝這天災 許基安 他的家人 全部都將親自預罰 許基安 我以成主的名義保證 時候官升三級 分石頭鋒 好 開門了 哈哈哈哈 陳主大人 還是你厲害 臭小子 終於把門打開了 哈哈哈哈 陳主大人 還是你厲害 臭小子 終於把門打開了 陳主大人 您的威嚴如山月一般 你兩隻個臭屌司 乖乖蟲子 陳主大人 雖然這小子偷想了 可咱們千萬不能犯過他 當然知道 都給我打起精神來 待會兒 第一個秦主許信案 你們攻進這別墅 重手 我們在這 還等著幹什麼 攻下別墅 算 給你們洗個冷水走 等著幹什麼 攻下別墅 上 啊 來啊 不是要殺我嗎 我就站在你們面前 來啊 別怕了 別怕 真的要鬥死人了 哈哈 啊 神經病啊 姐姐快出手 我錯了 我給小小姐換過我嗎 我 我夢 先死去吧 啊 你們的仇 該做一算了 好 別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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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車 我的車動住 快快快救救我 就你們這點能耐 別想攻向我的別墅 做夢 走 早知道今天就多穿點衣服 之前不該重新洗漆案的 好冷呀 快救救我吧 是 程主大人 你今天這已經全聚了 我們也趕快逃吧 是啊 程主大人冷惡交加 我們撤退吧 劉河青山在 口飯沒殘殺啊 好 走 走走走走 我都可以 快送我 哎 你們再不回去 可回不去了 哎呀這還有一噸的牛排 這怎麼吃得完呢 早知道就不跟他分手了 要不然现在坐在那里的就是我了 来 现在沉处环渊 走 学生在心 学生 学在过后 他们会不会来寻仇啊 前提是他们能苟活得下来 航母纪元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事 那我们的食物会不会 放心吧就算再加上两个孩子 也够我们吃两年了 哪来的两个孩子 慢慢走呢 再没有吃到我们就被冻死的 最后一块饼那是我的 你干嘛东西你不会 他你给我给我 你们你们心里还有没有无敬仗书 没了 彻底没了 这下我们要彻底饿死了 谁现在给我一块饼干 我给他等你来小心 这是今天三月了 谁还有事啊 好 可是我们根本打不进去啊 这次我们用技策 我有一级李建计 我们把许仙所有的武士都躲过来 你向盛住他们 라盒天门口说要见你 看来他们终于坐不住 去见见他们 我不过来这不是 放心吧 他们翻不了天台 正好 我还要用他 陈谱 怎么 各位今日有心情来我家做客 贼心不死 这里离我们家还好远了 走回去不做死 你又去了半条命了 金柱大人 你快想想办法呀 打电话叫人管 我这电话是专线 出了阳门寡胎 则一定会有人见的 不可能 难道 真的都出事了 完了 我们难道真的要被冻死在这里吗 好了 早知道就不肯过来了 我不想死 许奇安 求求你开门让我进去吧 之前 石海一直在挑拨我们都怪他 你就行行好救救我吧 你你你干吗八道 每次都是你主动脱换衣服 都脱上勾引我的 这个臭妖子 李奇安 求求你 你让我进去吧 我给你担牛做马 也配 你还欠我两千万 求你给我个机会 这两千万咱们一笔高销 你们来做什么 钱 我不能没有你啊 钱 求求你收留我吧 我只要一块饼干 我给你做小钱 我给你暖杯窝啊 钱 原来是来要饭的 下贱的东西 早知今日 何必当出 当我想起 我嫌恶心 我知道错了钱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晚了 你出去 贤贤 你别管他 咱们可是一家人 你看 能不能给我几块饼干 我都快饿死了 谁跟你一家人了 你一老卖老媳妇冰冰 冰冰早就跟你断绝关系了 你也配跟我做一家人 贤贤 我知道错了 你就给我一块饼干吧 这饼干 我以狗都不给你 啊 两面三刀之人 对谁 我知道错了 以前是我不对 我母亲我们全毁赔了 我只求当面给我女儿道歉 妈 我 看在我的面上 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你也不说话 我堂堂成主 谁 我是成 谁 我是个犬子 我是个财费 以前仗势其人 现在报导是我 当日对我百般无礼 我现在告诉你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现在你们全部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导 徐先生 给我一块冰箱吧 让我干什么都行 正好我家里的马桶迷信 你就过来给我刷马桶吧 我堂堂成主 我最喜欢刷马桶 我要刷十个 既然这样就进去刷马桶吧 你们也去帮忙擦桌子擦地板 你想说什么 妈知道啊 妈以前是对你不好 但是这咱妈绝对是为了你好 妈有个想法 你又想干什么 女儿啊 我们一起造反吧 女儿啊 我们一起造反吧 你在说什么 我警告你 罪我不要太批判 你想要吃的 我可以给你 你休想什么 大声 女儿啊 女儿啊 那徐奇恩 一个人 多占那么多的物资 还死死的 把你控制着 我们大家一个一起造反 把他的物资 大家平分了 到时候你 多占一份 这样 你以后的生活 肯定比现在好 跟上一世一模一样 不过 这一世 方美 你怕了吗 徐奇恩是我的爱人 我是绝对不会背叛他的 你就死了这套戏吧 这一世 我徐奇恩 不会再遇人不输了 我好心让你进来 你竟然想抢劫我 全部滚出去 师父 你见头 多点杀了他 方美 你在干什么 你要杀我 你可是你曾经的女儿啊 你刚刚在民口 口口声声地说要对我 我还想 多分你一块饼干 你竟然要杀我 我不跟你们废话了 搞命 更多的物资 死了 我也吃了 方美 不上起故事 竟然拿冰冰的性命做危险 真是个畜生 全是冰冰 冰冰冰冰是我给他的 他怎么样 就怎么样 天 我命令你 赶快交出别式的钥匙 自费双腿 从这里 滚出去 你这是要自然的命 表天 表天 还是请不负责你 许晴 你我还是不滚 许晴 你我还是不滚 哎呦 许晴啊 你也有经典啊 你不是很能耐吗 你怎么不说话了呢啊 嘿嘿嘿嘿 许晴 只要你不死 这人间先性就是我的了 要怪 就怪你心态人 许晴 不仅敢打我 还敢让我 常常承拒去刷马头 假设是 屎屎大路 会令我杀你 你慢慢这么死 许晴 还会自费双腿 是不是想看见他死 下一个就是你 晴 你赶紧走 不要管我 你看你先去 我真敢求你 我足够 好一出赶人的戏啊 许晴 你说要看着他死 那我就成全你 我就知道你们这群畜生了 没压好心 我本来对你们还有一丝怜悯之心 现在看来是我错 少废话 既然你不救 只要是你 就看着他去死了 你就这么确定 我手里有枪 我还还赢不了 我堵你的枪里 也有此的小废话 快动手 让他们两个共赴皇帅 死吧 去死吧 这子的怎么跑你这里去了 从你一进来 我就看着你腰上别的枪 死老太婆 饿得老眼昏花 当然不知道 我偷枪更换子弹了 一群老作病残 不敢也敢学人造 没人做梦 现在 到你了 闲逐 我是中游盲的心 我不是故意的 行 我还没死 该死的 你也行 滚 一而再再再三地挑战我的底线 还要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 真是你出生 为什么你 我是为他你了 抢一下给我的 你个臭婊子 还不是你 你在旁边 再忘点火呢 你还有理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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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屁 太便宜你 我要被漠视受精折磨而死 这里小屁我先出去 许哥 许一都是我的错 我再也不敢了 这是我的观念 从此以后 你 你就是 原成的成果 非 就会在这末日 受到千万折磨而死 诶 许哥 这 这 这不关我的事 我 我什么都没做 我就是来要个犯 我什么都没干 你们一对狗男女 两面三刀剑 攻势 岂能是你们 饶命啊 他老了我妈妈 看到我们往日的情费呢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所有人把外套棉袄 脱了滚出别墅 许心 你这是 要憋死我们啊 我还敢讨价还价 想死是吗 要是 眨 我们怎么出去啊 我们没去 你 該死的事情 費了我一條胳膊 和一小我一定殺了他 你們兩個快我回家 記住你現在已經不是陳主了還扶你 你他媽配嗎 我配 你 你什麼你好冷好餓呀我要吃的 幸好剛剛趁所有人們自己的肉 偷了塊餅乾 剛剛趁許其案不注意的時候我偷了塊餅乾 有了這塊餅乾又可以活一天了 給我給我吃一個 是我的 我想不吞 去死吧啊 臭娘媽 告訴媽 爹 好吃 太好吃了 我也想吃 這不是叫媽媽 你這要幹什麼 我只想活著 真是人吃人的食道 早知今日 何必當初 我早就勸過你們團糧了 我早就勸過你們團糧了 他們走了 走了 你接下來 該怎麼辦 反正食物也吃不完 反正食物也吃不完 我現在既然是雲城城主 就義務照顧雲城百姓 所以 我打算開場鎮災大會 救濟災米 我支持你 但這些物資 夠吃多久啊 放心吧 我會流氓足夠量的 等天災一過 我會為你舉辦一場世紀婚禮 不過分發物資之前 最重要的就是解決武力 所以我第一波正在目標是成衛軍 我要先收服他們 天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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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頂別墅那栋安全屋 首富齐全合理合法 我批什麼 我還敢頂嘴是吧 啊 把鑰匙給我交走了 不然 我弄死你 算了算了 今天是新任城主的 震災大會 你就别老盛了 而且末日以來 能夠接任雲城城主的 那必有天大的忍耐 我們就不要觸怒 新任城城主 而且這位小兄弟 也沒有做錯 掠奪他的住宿 不合規矩 規矩 都末日了 規矩 誰的拳頭葬起 誰就是規矩 對 他末日之前賣肾 擺了藏山頂別 肯定是提前知道末日的消息 他故意不說 發國難財 該死了 我勸過你們無數次 是你們不信 你會 現在瞧 有奶的劑 給我上 一個個餓得老眼昏花 來策放絕詞 就這點忍耐 還想搶我的臂墅 你別以為你會冷下公寸就很厲害 這個世界上 誰有權利 誰才最厲害 前任城主是我 趕緊把山頂別墅的鑰匙去 不然 不讓你死去 是 前任城主 那個廢物 早就被我廢了一隻胳膊 一條腿 現在都不知道在哪兒急跑 放棄 竟然是個詆毀前任城主 他老人家 現在肯定逍遙自在這兒 等你見到他就知道了 就算是世界末日 城主大人 也不是你這種屌思能說的 這場震災大會 你就不配計了 這場震災大會 我想來就來 哈哈哈哈 太有意思 你這個靠賣慎買房的廢物 現任城主 舉辦這場震災大會 那是為了擁獲我們這幫少女人 算什麼東西啊 我可不記得啊 我舉辦這場震災大會 是為了擁落你 知不知道 我只是為了震災救命而已 大家都看到沒有 這個瘋子 他竟然說震災大會是他舉辦 還幻想著是現任城主呢 真是吃心瘋了 你是不是在末日裡讓風給吹傻了 在震災大會上發瘋 還冒充自己是現任城主 冒充 我許先有今天偉地之才 前任城主跪在我們一下 求我收下官義 我才敢接受你 還敢羞辱前任城主 你見你 你退 我今天殺了你 山頂別墅就是我 你死了 你 你 他媽的敢打我 這一巴掌 把你永遠握住 這一巴掌 小鼠豪虎 這一巴掌 小鼠豪虎 你竟然敢打羅王 混蛋 你是不是瘋了 羅王大人跟前任城主 可是至交好友 別說主 就算前任城主 被我打成廢物 你給前任城主當狗都不配 你還敢說你把前任城主給打廢了 前任城主只配給我當狗 反了反了 這種下等賤明 憑什麼說這麽大話 反正我滾下了 這可是現任城主的寶座 就憑這個 真是瘋狂 你怎麼敢坐在那 你快起來 要讓現任城主知道了 你就為了 今時不同往日 這現在人命如此一件 只有持有觀映的城主大人 才配坐到那裡 我羅王發誓 今天 你殺你 你說的 是這個 他怎麼沒有觀映 怎麼回事 難道他是 現任城主 這個廢物竟然敢偽造觀映 罪改萬事 沒什麼不可能的 我本來還想救死 但現在看來 你不配 瘋子 竟然敢偽造觀映 你殺了你 來吧 你幹 幹嘛碰我 啊 城主大人 城 城主 城主大人 你怎麼成這樣 我已經 不是城主了 別再叫我城主了 沒有 我知道了 肯定是這個臭小子 他偷您的觀映 現在城主大人親自降 你再也能偷你 他大膽子 城主大人現在已經抓住 你這個頭 你 臭 秦衛軍馬上就要 你滿門朝著 是嗎 城主大人 快把秦衛軍叫回來 把這個頭關映的人 抓 你給我這罪 聽見沒有 快點閉嘴 受死 現在誰都救不了你 哈哈哈哈 秦衛軍來了 許其愛 沒人救得了你了 該死的會是誰呢 當然是你 難道是我不成 你搶奪官映 現在快把臉伸過 你被挨打吧 哈哈 哎呀 你 你 城主大人 你打錯人了吧 你怎麼能打我呢 你應該打這個人啊 他偷關映啊 你知道他什麼身份嗎 他 他就是末日前 沒有身份的一個賤名化了呀 草莓 參見 先任城主大人 哎 城主大人 全民 城主大人 他就是新任城主 我都抵個頭受死了 幸福啊 這沒什麼 半年時間 他竟然成為城主了 他就從末日前 沒有身份的賤名而已 哎 不是說他買房子 他都靠買器官嗎 我不知道啊 小小小的東西 他還就是先任城主 他的觀音 是我求著他 讓他收下 怎麼可能 他怎麼可能成長那麼快 現在去九樓 還有活命 你聽吧 嘿嘿嘿 城主 怪我猶豫不知泰山 沒認出贏 我錯了 我將我的樓盤全部放上 請也恕罪 樓主真是捨得呀 他的樓盤在末日前 那可價格不 這你都捨得了 他這就自得自受 末日之後 這樓盤 就是廢情鋼筋水 你 想罰什麼 還不夠 後面安前馬後 你說什麼就是什麼 罷了 這場震災大會 我不想大排殺戮 你暫且饒會你 再 謝城主主上任 謝城 你們有事嗎 城主新官上任 我東國銀行行長 願獻出千億存款 為城主祝賀 我執法他堂主 願出三千執法者兵權 為城主慶賀 好 這次震災大會 石州需要你們無奇秩序 願為城主下朗 諸位 今天借此震災大會 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我要向我一直相濡以默的愛人 求婚 冰冰 嫁給我吧 我願意 天使 早知道我女婿這麼有本事 我就不肯定要對他 我回啊 那我就不应该跟徐千分手 现在正在台上的人情应该是我 我也好忽厉 已经很久没有晒过太阳 现在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今天什么日子 12月12日 什么年份 2580年 这样算的话 我们很快就可以出去玩了 怎么可能 大雪封路 我们怎么可能出去 我说你就 是阳光 天灾已过凤凰涅槃 公元2578年6月10日 人类没想到 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降临 全世界温度骤降 暴雪不断 史称寒武纪元 寒武纪元 连续时长两年半 终于 在公元2580年12月12日 随着一束阳光洒落人间 这场天灾落下帷幕 只可惜 有些人倒在了曙光来临之前 对 正在大会 正在预约 什么 这都末日半年了 还有能力办正在大会 我必须被一番获利 我还把我用正在之前 所有的 什么情况 这都已经含武器了 竟然还有这么点活的地方 你看 这居然还有多 没想到呀 这都木耳饭 这有柴油 这还有柴油翻炼机 看来他的财力在我之上呀 是啊 这都已经末日了 柴油竟然过成这么奢华的生活 我一定跟他好好深交一下 不过 你看这个地方 怎么那么眼熟 对呀 我市中心两个炉盘 都抵不过一个有保暖措施的酒店 还敢用赈灾大会炫耀 没机会 比多吃 谁的地方 瞎呀 有啥 给我弄 是他 这小子在末日之前 买了咱们的安全屋 哦 是你想的 你买了山顶的安全屋 你他妈凭什么买那个安全屋 你配了 终于熬过来了 我们终于挺过了 天灾的那一天 没想到 我们居然还都高升了 都是许成主闭会 许成主日夜操劳 救助了云城 多少埋心 哎呦 惭愧呀 我当时还对许成主 度下了邪念 我现在也算是救济了十万灾民 只为赎罪 有请 新郎新娘 资产 恭贺许成主 我愿奉上临海别墅摆套 祝愿许成主 新婚快乐 我愿献上东国银行 千亿资产 我已训练十万执法者 愿加入城组亲邻居 从此只听城组吩咐 辛苦了 以后这些东西 有我的 也是你的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好 亲一个 亲一个 好 我 我 我也不在一起就好 我 我 我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